肌膚一夜之間膨彈亮 五個網路流傳的膨膚秘訣 到底是真還是假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有的人是天生肉肉臉 有的人是天生凹陷臉 到底哪一個比較難解決呢 今天我請到牛兒老師 一起來幫我們解決 網路上面眾說紛紛的膨膚秘訣 像面對肌膚不膨不彈不潤 網路上流傳了一些五個膨膚秘訣 那我真的不知道這些是真還是假 我想說請老師一一來幫我破解 像第一個就是有人說 如果你常常倒立 或者是把頭或臉朝下來抹保養品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抗定心有力 這樣我們的臉就比較不容易下垂 這是真的嗎 倒立 其實倒立其實蠻好的 它是一個瑜伽的動作 那如果說你臉朝下 其實我覺得這不錯 現在我這邊就有個圖 這是什麼圖啊 這個是易晶晶的一招 易晶晶是什麼 易晶晶其實是少林達摩祖師所傳的 一個內功心法 對 那這也是瑜伽樹傳過來的 所以事實上你如果能夠做到這個動作 然後每天這樣子 頭滴滴 它的目的就是讓你血液循環倒流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站立著 對 都站立著 不然就是躺下來 對 所以說平常我們血液要流到臉上的這個量呢 會比較不夠 地吸引力的影響 對 所以皮膚的血液呢 就是提供氧氣跟營養 非常重要的來源 還有代謝走廢物 現在人都不動嘛 也沒有運動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堅持做到這樣 擦保養品 那真的是讚 讚 讚 只是我自己都很難做到 我說坦白的 這個易經經好 大家可以想想看來這樣來擦保養品 其實女兒老師是給幾分 你覺得如果真的好好的做到的話 如果真的完全能做到這樣 我當然給10分 但是我覺得現代人真的做不到 所以我只能給10分 而且你做不好的動作 搞不好扭到腰 像以後到百貨公司 每一個專櫃小姐在幫客人做服務 都叫他們倒立這樣擦 他們整一排都在練易經經 講到這個我就想到說 現在不是有很多美容小道具 就是那種東西嗎 對 像網路上面流傳的 第二個碰膚方法 就是有一些 不是碰膚喔 是碰膚喔 對 就是有一些小臉束帶 就是把我們的臉 整整的這樣緊繃拉提起來 這樣子好像皮膚就比較有彈性 比較緊緻 這是對的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真的 為什麼 就像有些人抽籍手術之後 他要穿緊身衣 素身衣 然後穿了一陣子之後呢 真的就定型脂肪 比較不容易進去 他的那個傷口癒合得比較漂亮 對 我知道你有老師 你自己有出一款面膜 然後他就是敷完之後 他有一個掛耳 他也是一個拉提的效果是不是 其實我們那個是雙掛耳式 就是這邊有一個掛著 那下巴我們這邊又設計了 而且那個布膜是彈性的 就這樣子彈上去 然後又掛 就是雙掛耳 然後裡面又有一些這個 營養液的成分 就是美容液的成分 就是屬於幫忙肌膚 砰砰彈彈水水 這樣的成分 所以就有一加一的效果 但是一樣啊 就是你要勤膚 嗯 還是要勤膚 這個網路的秘訣 老師給幾分 這個網路的秘訣 如果說你天天貫徹做到 當然是給10分 但是我覺得 現在的人一定沒有辦法貫徹 只能復復面膜這些了事 那面膜對你的皮膚 到底適不適合 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確認 所以這一題呢 我給5分 哦 就是分數稍弱了點 像第三個膨膨秘訣啊 像現在保養的關鍵字 就是大家覺得 應該要把保濕跟抗老做好 那最多的成分 就是大家在討論 玻尿酸跟膠原蛋白 那我想要請問老師 就是玻尿酸跟膠原蛋白 到底對我們的肌膚 膨彈量有什麼好的效果啊 好 我先講膠原蛋白 跟玻尿酸好了 它本來就是我們 真皮層最重要的成分嘛 所以說它有清潔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吃的部分 你吃的部分呢 然後產生就吃膠質 多吃膠質的東西 膠原蛋白這些東西 然後你的皮膚去產生出來 這是第一個 你至少要補給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屬於 醫美的部分 那醫美的部分 其實就很流行注射 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那第三點就是保養品 常常用的嘛 保養品常常用這個 水溢解膠原蛋白 跟玻尿酸這個成分 那其實膠原蛋白 因為分子量太大 它不可能進到我們的 真皮層去 所以呢它並沒有辦法 補給體內的膠原蛋白 它頂多達到表面的保濕 那表面的保濕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玻尿酸也一樣的道理 如果這兩個比起來 我會比較推薦玻尿酸的保養效果 因為它保養 它吸水的這個程度 是500倍到1000倍的水分 而且現在我聽說比較流行 就是不同分子的玻尿酸 它的這個吸收度會更好 就像我們前陣子 好像有去迪奧對不對 對 全球的肌膚高峰會 就在討論就是一個 新的一些保養科技 護膚概念 對 護膚概念 我現在在上海克里斯汀迪奧 最新的2020系列 這個Capture TOTAL的發佈會 那這個發佈會呢 當中最重要的這個展場呢 你也可以看到 現在很多網紅在拍照啊 現場是這樣的狀況 現在我們從1986年 來到了2020年 我們來到了未來 未來的保養品 是什麼樣子的狀態呢 未來的保養品就是這一瓶 我們來看一下 我知道他們那時候推的 就是有一個新的精華液 好像裡面就是用很多的玻尿酸 很厲害的玻尿酸 喔 沒有錯就是這一瓶 像我自己有在用這一罐啊 這一罐精華液 如果我直接翻譯喔 就是超級有能量的精華液 它的成分來講 它就是用到一種新的 小分子的玻尿酸 然後這個小分子的玻尿酸呢 它們自己的實驗室有實驗出來 它的滲透力呢 會比以往一般大分子的玻尿酸呢 高三倍 所以呢它可以滲透到 我們肌膚的更深層 一般的玻尿酸大概是 在我們的角質層而已 可是這一瓶呢 據說能夠吸收到 皮膚的角質層以下 也就是差不多肌底層的部位 也就是更深層 所以擦完它之後 就是肌膚就會有膨感 亮感這樣 那種膨感就是 好像你怎麼講 吸飽了水 好像我們去那個浴室 洗完澡或是泡完澡 那種臉部充滿了這個水的那種感覺 我知道 然後這個時候 毛孔就會變得細細的 然後有些紋路好像就消失不見了 對 因為這個高峰會之後啊 他們其實有邀請他們的代言人 就是那個世界超級名模代言人 對 吉塞邦辰 他最近出了這本書 然後啊 好像也是暢銷書 對 暢銷書 他已經是一個世界等級的作家了 你有採訪到他 對 我有採訪到他 我們大家都對他很好奇 因為他其實也是快要40歲了 為什麼皮膚維持得這麼好 因為我有跟他一起去吃早餐 我們住一樣的飯店嘛 對 然後早上我就覺得他穿的運動服啊 剛運動出來 然後全身那個頭髮還濕濕的 可是臉呢你就會覺得很濕潤 就會覺得有那個澎澎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我有問他說 到底你都是用什麼 他就說他其實就是用這個精華液 而且他用三次 就是說大家在用保養品的時候 可能就是好化妝水 精華液乳液嘛 各一次 可是他一次 他擦三層 對 他擦三層 對 他說他喝很多很多的水 以及擦很多很多的精華液 他還有那個腳沙丸 就是你現在秋冬聽剛好嘛 他有點這個天然的這個油脂成分 還有一種植物油 所以說他擠出來 不是像大家想像一般玻尿酸精華液 那種透明的 你看他是這種乳液狀 對乳液精華乳的形式 對 他又是又做到這個微分子化 所以他很好吸收 然後再加上他裡頭的玻尿酸 是很小分子 所以就為什麼擦三層很有效 因為他不僅是吸水的作用 他那些油脂呢 還會停留在表面呢 可以做到防止水分揮發 你甚至後面的面霜 基本上不用擦也沒有關係 除非你很乾 然後你上窗就會覺得 可以撐一整天 那好 那老師 如果說我們回到 就是如果我們用一些 玻尿酸的一些保養品 來保養肌膚 讓肌膚膨膨彈潤 那你這個打幾分 基本上我打8.5分好了 這分數很高耶 很高很高 因為真的表示有用 玻尿酸真的是很有用的成分 但是為什麼沒有辦法打到10分呢 因為基本上我們不是看成分本身 一個好的保養品要看什麼 它整體的配方 就是除了玻尿酸 它還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看它好不好吸收 網路上面沒錯 有一個還有一個膨膨秘訣 就是吃的一些膠原蛋白 可以讓肌膚膨彈量 那關於吃的有一些膠原蛋白飲品 或者是泡的 或者是我教老師會燉銀耳湯 對 對 那這些對於皮膚的膨彈量 有什麼效果 像我們今天就拿來兩個牌子的 對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還是很紅嘛 對 一個是粉嘛 對 一個是飲料嘛 飲料 飲品直接喝 這個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飲料通常呢 我剛看了它的成分 就是它會摻果汁 都會酸酸的 對 就是除了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它含有多少膠原蛋白的量之外 它是有5000毫克 就是5克的膠原蛋白 那事實上我們一天需要的蛋白質的量 不是講膠原蛋白 蛋白質的量有多少呢 就是你一公斤 大概就要一克 那比如說我60公斤我就要60克 那如果完全從膠原蛋白摄取 當然是不建議 因為膠原蛋白只有三種胺基酸 我們必須需要的胺基酸還有十七八種 所以說均衡很重要 對 均衡 那我當然要喝給大家看 好 老師 味道很酸 我是覺得太酸了 就是個人而已 口感問題 就有些人可能覺得好喝 那不然你喝喝看 我喝喝看 對啊 你什麼建議 老師喝膠原蛋白有沒有什麼時間的限制 其實我會建議最好空腹 因為你那個時候吸收狀態是最好 如果你吃了一堆油 你想看那個油都堵塞住了 那你膠原蛋白怎麼吸收 然後呢 我有注意到另外一點 真的酸 酸嘛 可是我還蠻愛這個酸的 你喜歡嗎 我不喜歡 我喜歡酸 我怕酸 女生都喜歡酸 它熱量還蠻高的 它這一份有84大卡 可能不高啦 但是 這個是我有代言的一個膠原蛋白粉 這個才25大卡不到 所以喝的比較會有一些熱量的 因為它有加果汁加糖 它要好喝啊 那這個就是沒有加 而且這種粉的是乾的 它不用加防腐劑 這種多多少少都會加一點 那個實用性的防腐劑 雖然你不用擔心 另外我講到這個白木耳對不對 對白木耳 白木耳大家說 其實就是一種植物界的這個燕窩 植物界燕窩 它到底差在哪裡呢 它其實不是屬於膠原蛋白 它其實比較像玻尿酸的構造 玻尿酸 對 可是呢 一般人吃的白木耳 我覺得都沒效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喜歡吃那個脆脆的口感 所以你煮了老半天 那個脆脆的 你進到那個胃裡頭 你的胃還要把那個脆脆的打斷打成 細細的然後融到水裡頭的這個玻尿酸 這個過程蠻難的 那如果你要保證它的效果比較好 我會建議就是說你要用高壓鍋 而且呢 差不多要燉煮 就是加水燉煮差不多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老師都這樣燉就對了 對 你要煮到呢 幾乎你已經看不到白木耳的形狀了 就是已經把那個水煮到就像玻尿酸精華液那樣了 因為胃要幫它打碎嘛 那你就在外面幫它打碎 你直接喝進去 直接變成植物的玻尿酸就喝下去了 對 它這樣的效果才會更好 那這個時候我也會加一些像什麼 像這個季節我就會加一些紅棗啊 枸杞啊 這些幫忙這個促進血液循環 因為可以保暖嘛 吃的膠原蛋白 如果老師打分數你要打幾分 吃的膠原蛋白其實就是說 因為它又有 我剛才講到那個很多問題 吸收的問題啊 或者說有添加劑的問題 所以我正要打分數的話 我可能打八分 也是打八分 但是你要懂得怎麼去選擇 那你要煮你又要花時間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它有它好的 也有它比較麻煩的地方 沒有錯 那還有第五個最後一個 就是網路的碰膚的秘訣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在 在使用保養品的時候啊 它都會有一些按摩的手勢 或者是拍打 這樣子真的可以讓肌膚拍一拍 就拍出膨度來了嗎 喔 拍打啊 其實以前我學過一個按摩手勢 就是這樣拍 就是 老師不用再長嘴了 其實多多少少有一點點幫助 我覺得一來是一個觸覺的感應 因為他們說 我們這樣有觸覺的這個感應呢 它會刺激我們的腦部 去釋放一些分子 然後這個分子會保持你的年輕化 對 那剛剛老師說除了拍打 是有哪些按摩手法 也可以讓肌膚比較提拉緊緻膨嗎 其實以膨這個字來講 我們除了我們乾體保濕 可以膨潤之外 還有很重要一點 就是讓我們的蘋果肌有感覺 因為通常我們不希望這邊垂垂的嘛 所以說有些動作 比如說盡量像這個地方 我們去把它去這樣子 去壓一壓 然後盡量去強調出蘋果肌這個部分 去往上這樣的動作 那這些動作呢 都是可以去幫助 說這邊小一點 然後這邊就感覺比較膨潤一點 對 所以拍打跟按摩還是有 對於膨膚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 如果你在配合一些保養品的吸收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的 有玻尿酸的幫助去生成 比如說我們擦的時候 我習慣會這樣擦 這樣子 這樣擦 對 這樣子擦 然後這樣你可以擦到 你整個那個眼袋這邊嘛 你的眼睛下面也戴得到 對 然後整個這邊 做拉提的動作嘛 然後它就可以去幫助到 肌膚記憶這件事情 因為我剛才有講 就像你用那個繃帶啊 什麼之類的 你每天做 天天做 勤快做 堅持做 不久之後你就會發現 你比別人更 蓬蓬 水水 坦坦 漂亮 漂亮 那所以我們就遵照老師的方法 一起讓我們的肌膚水水 蓬蓬 彈彈又亮亮喔 再加一體蓬蓬喔 對 那如果你還有什麼 其他保養 彩妝 美容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也可以留言給女兒老師 我們可以一起 再幫你做解答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囉 掰掰 fren子 彩妝 彩妝 彩膜 這一塊的碗 再給我 gran塊 來 補兜 彩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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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彩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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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妞 景 彩妝 彩妞